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午安台北股市今天下跌336点 成交量3705亿 但今天的跌当然最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纳指根 肺斑来讲创了波段的新低点 另外就是香港股市 这两天来打跌了快2000点 所以说带着台北股市往下跌 但外资来讲 今天一定还是罪魁祸首 入影的时间了 目前外资的卖超还没出来 大概今天至少 我觉得外资今天要卖500亿以上 那外资在台北股市 在三个礼拜 这三个礼拜的过程 大概台北股市已经卖了4500亿了 那我们跌到目前为止 上次的新低还没有破 已经相对的强 但是这相对的强 不代表说股票马上能够涨 那接下来的操作策略会在哪边 马上会向各位投资朋友做解析 好我们看今天的大盘跌了336点 今天一开盘都直接跳空 然后直接往下刹 一看这个盘就是不妙了 不妙了 那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整个线型的一个部分 目前看一下大盘呢 你看得出来 这个导装环转已经被破坏掉了 本来就是说这个导装环转来讲 是一个技术面非常强势的一个趋势 那这里来讲 今天这个长黑把这个缺口已经封闭住了 那到底会不会破16764呢 这附近这个点呢 当然从目前现行看来讲的话 几率是蛮高的 蛮高的 那之前我跟各位报告 这一次的反弹 你要做什么动作 减码 有没有我在节目当中说你这一波的反弹 你要做减码 减码的过程当中 你看这两天是不是 涨了两天 三天又回到这个 这个点的上面了 这是16944嘛 你看这个点是16926 16926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呢 你若有减码的话 你今天就相对比较轻松 比较轻松 那持股来讲我就叫五成以下 你如果五成以下来讲的话 当然手中有个股的 我想赔钱的几率还是高一点 但是看你如果说你破断持股的 你像我们长荣 你像我们之前阳明106块买的 当然就不太用 不太怕了 因为其实整个股价都还是在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说你是买其他的电子股的话 那当然相对就比较累 有些台积电的部分 那台积电来这里 等一下跟各位再解 我们先解大盘 大盘在这里来讲 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 下三坡 下跌三坡下跌五坡 就看17511会不会过 那17511没有过 我们看这一张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中轴这边没有 走下跌ABC 或下跌五坡 目前未定 那这边一定要过 所以说这里你可以看到出来 从上个礼拜 我看起来好像连线很稳 对不对 我会说 昨天也跟各位报告 这个盘最好就是在连线附近量稳 价 价稳量缩是最好的结局 最好就是这样子 你说在这边强攻 真的几率不大 因为国际股市真的太坏了 太坏了 光外资卖超 就光卖的是真的你也受不了了 受不了 那这里来讲 你可以看到出来连续呢 两天的就往下杀了 这大盘你目前看才今天才礼拜二以后 你看有些今天的重挫 今天的重挫 今天来讲 直接就跌破了 一跳空就有连线又破了 那第二次破连线来讲 当然就相对比较不好一点了 我说第一次破连线大概都会反弹一下 但是如果说再一次破的话 那你要这个连线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实质的压力 实质的压力 所以这里来讲 如果说这里破16764 就可能就走下五波了 就是向下五波的结局 那如果向下五波来讲 这边破的话 那在这里就是1616 那这里1616就一个长线最重要的一个关卡 那目前看的话 其实还真的蛮有一点悲观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2330的台积电 以台积电来讲 今天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今天又一个跳空往下杀 收在558块 558块 已经就穿了这个破断的一个低点 那我们看台积电来讲的话 你看这个线形 你看550块这附近 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你看在去年 这是从1月开始 1月你看得到这里了 去年4月破一次 8月破一次 10月再破一次 然后再往上涨 那目前现在3月 今年3月又破一次了 这破一次当中这三个颈线的位置 我们来从 如果当初这个点 当初这个点 去年台积电才赚23块钱 23块钱 所以那时候来讲的话 还没有大家估今年还没这么好 还没估到31 那以目前看的话 你如果看得出来 以现在站在这个位置上 你去年赚23块已经确定了 今年要赚到31块 那如果说也跌到这个点的过程中 代表是什么 台积电目前能做的就是因为系统风险 两个原因嘛 一个就是公司的基本面是没有变的 但是因为市场的系统风险的影响 让他的整个本益比修正到现在的18倍 以18倍的台积电来讲的话 是他 是一个 他过去来讲的本益比的低点的低点 他最高是到 涨到30倍左右 所以18倍来讲 台积电这里来讲 以本益比来看这里绝对是超跌了 最怕的就是他个别基本面的改变 比如说现在赚31块 对 大家估今年赚31块 明年估36 我们看这一张 目前还没有法人 对台积电因为股价跌了 而把他的整个本益比 而把他的整个基本面修正的 你看他去年赚23块嘛 那今年台积电来讲估31跟36 对不对 估31跟36 那过去来讲 大家都看到800块900块 都是用明年的本益比 然后给明年的平价 就是用36.6去给他本益比 所以得出的价格比3还高 你现在看是不是比3还高 这比阿里山还高 比玉山都还高 对800块900块1100的 就是用这样估出来的 都用明年36块去估 那现在股价跌到这个样子的话 你要怎么去看 以台积电看 我觉得以目前他从 不管从英特尔 从高通 从AMD 从中端这边来看的话 因为他客源来讲分散了够 但是那些俄乌战士来 会不会对中端产品 我会跟各位报告 会不会对中端产品的需求 产生一个重大影响 到最后等下游开始简单的过程当中 整个往回推到台积电去也简单 不是简单的不是 simple 是减少的减单子的单 把单子扣减掉了 这是目前来讲 所有电子股都会面临到的这个风险 当然目前来讲 还没有人开第一枪说 今年因为俄乌战士 把今年的本来估台积电31块的 变成估到28块 或估到27块 现在还没有看到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如果说第一个情境来讲 只是整个本益比的下修 因为系统风险本益比的下修 那台积电讲之后 不应该破550 到这里来讲 就是它最低点的位置 我不看现行 我们看这样子 在这个借数面来讲的话 那这里不能再破 因为你相对比较来讲的话 今年都能够看到31 后年都看到36 结果你已经跌到了 去年只有站在23块这个位置上 去年赚19 今年赚23这个位置上的股价 相对的位置 那就是本益比跌到这里来讲 就是超跌 以台积电的立场 这里就是超跌 那为什么会超跌 很简单嘛 外资卖了30万张 你外资没有卖30万张的话 也不会让你看到这个价位 但是说外资卖这里 它真的赔钱吗 错 外资对台积电来讲 都是长线的持股 很多的外资他们的整个台积电的持股 几乎都是零成本了 他随便卖的话 几乎随便的钱全部赚 因为他过去这几十年来 他在配息的过程当中 把他的成本已经降到零了 所以他们台积电随便卖 卖10块钱他也赚了 所以他要卖的过程 他不会care他卖在什么家里 他反正我就减持股 有市场有价我就卖 市场有价我就卖 跟你现在来讲我们台湾的投资人 你看这个礼拜多了5万个投资人 从110万增加到115万的台积电的股东 那不管是零股也好 不管是整股也好 反正外资卖了 我们的国内的法人就一直买 我想四大基金最大的持股的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 所以什么劳退 劳保 我这一次来讲 我看三月份的绩效也会很惨 非常惨 二月已经赔了不少了 赔了一百一千多亿了 三月份再加上去 尤其台积电这样重挫 我想这些基金来讲 应该赔不少钱 所以政府这里来讲比你还急 比你还急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积电来讲 政府全力支援 台积电要在哪边盖场的话 电力来讲都全力去支援它 所以这里台积电如果说以整个市场修正来讲 我觉得到这里来讲就要结束了 那如果市场台积电在修正到这里应该要结束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股价来讲 这里来讲那大盘要破一六七六四的几率就不会太高 就不会太高 所以说台积电这里来讲超跌 我觉得是超跌 但是呢 如果说你资金够了 你当然这里可以慢慢买 你有几千万的 你就每天买一张吧 就一张一张慢慢买 但是如果说你只能买一次的 我不建议你现在买 跌到这里破线的过程当中 你看台积电这次来讲的话 几乎沿着五日线这里有过 但是你看 他最终的十日线一直都没有过 有没有 最重要的十日均线一直都没有过 一直都没有过 所以谈到这个十日均线 你看马上又被打下来 有没有 我之前跟各位报告了 十日均线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里有没有被打下来 被打下来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呢 其实在这里 如果说你只能买一次的 当然就先看了 我讲实在 因为讲到我判断这里应该是超跌了 赢18倍的本益比真的很便宜 但是便宜不代表不会跌 也可能再超跌再超跌 对不对 那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卖 所以你这里来讲的话 因为它毕竟是大型的全市股 是大型的全市股 但是我要在这边跟各位强调是 就台积电的基本面来讲的话呢 以目前我的看法除非说全球的景气大衰退 那全球景气大衰退 台积电已经首当其冲 因为它赚的就是全球的整个景气的钱 那如果说这里来讲的话呢 全球景气没有衰退太严重的话 恶务战士能够在一个有效的一个停损 也有效的控制的话 那台积电这里来讲 真的是难得的很好很好的买点 那另外来讲的话呢 今天你有看到一个新闻 大有的就是达尔 他讲八寸晶圆 八寸晶圆的整个供给 就是需求供给的很吃紧 看到明年的第四季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来 今天联电倒是没有破底 你看到5347 你看到没有 世界先进今天破底 有没有 跟着台积电破底了 那2303的联电也没有破底 6770 我们看一下6770的利基电也没有破底 没有破底 所以说你看利基电跟联电来讲 在纪念的跌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破底的 是没有破底的 那外资来讲的话对联电来讲还是一直在卖 这个连续9个月能够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股价也是一直在杀 你知道Global Fungry来讲 涨了三成了 这一波我们连电跌的这么深啊 从68块跌到现在剩下50块 跌的快18块走 但是Global Fungry涨了三成 那有人是这样解读啦 就是台湾整体来讲的话 地域风险已经增加了啦 因为看到乌克兰 接下来中国大陆会不会打台湾 根本就不甩美国 但是有人这样讲说 从俄罗斯侵入乌克兰以后呢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 这是一个例子很可怕的例子 所以中国大陆也没有说轻率的也会要攻打台湾 所以这里来讲反正见仁见智啦 不过我们就股票回归基本面嘛 联电今年赚多少钱 跟各位报告过嘛 之前联电嘛 你看联电今年赚多少钱 今年赚5.89 目前还没改变哦 你看他的营刷还是在创历史新高 去年赚4.57要配3块1给你嘛 那现在来讲的话赚5.89 所以联电这里也是超跌嘛 对啊还是超跌嘛 那联电来讲的话 今天本来是在十字线占的好好的 所以你要买还是在十字线以上再买 我觉得会比较安全 因为这里来讲 你单准不会再破底啊 讲实在话便宜是便宜啦 便宜是便宜啦 但是股价的现象来讲是很丑啦 好所以这里一定是超跌啦 我跟各位报告 所以你有的千万不要卖掉 我问你你卖掉你现金要怎么办 你如果怕一怕在这里卖掉了 你说你现金 你放在银行一趴 连电都要配3块1给你 你有什么好怕的 而且今年还是成长 那你明天会大衰退吗 也不会啦 也不会啦 所以你有的真的被套啦 你知道很多人我想被套这里啦 因为毕竟你看六十几块以上 也一段很长的时间嘛 这段你看 你看到这里也是很短的时间啦 你看 有没有 迪到这里啊 这个头部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要客户他的话 真的要蛮难的啦 讲实在话 但是你说能不能反弹到连线 你目前在连线的位置 是在56.8 有啦 随时有机会啦 不能说没有啦 那时候在看大盘的状况 在跟个股的基本上在看 所以你有连电的 当然不需要卖在这里啦 真的不需要啦 真的不需要 那像那个莲花科也是嘛 我今天对 你看25次莲花科 你看莲花科也破了嘛 一直在破啦 你没办法啦 对不对 之前我说大陆的手机 卖到俄罗斯的 一定都是用莲花科的 有没有 那莲花科来讲的话 以目前 我今天看到法人的报告 最近已经出来了 不用太担心啦 他讲是不用太担心啦 我们要这样就看 1100左右啦 你看今年80块 他还是赚80块 那因为最近来讲的话 目前 手机这一块市场来讲 还是有点疑虑啦 他既然破了连线来讲的话 你当然你有的 其实破十字线 你有的在这里 还是有机会赶快跑 因为他毕竟后面才开始跌的 他没有像连电跌的那么快 他没有像连电这样跌那么快 也没有像台积电跌那么凶 他是后来妈妈在最近才开始这样子急速在往下跌的 尤其是恶物战事以来才开始这样往下跌的 所以这里你只能想说 以莲花科在台股来讲 以80块来讲 现在本益比也剩下10倍出头而已啊 剩下10倍出头而已 所以这是台股的写照嘛 整个基本面来讲的话 我说除了个别公司下修啦 不过就整个基本面来讲都还算相当不错啦 都还相当不错 所以说这些电子龙头股来讲的话 当然外资真的要卖 你也没办法 让我们台湾市场的资金能够支撑多久 把这个外资的卖单能够撑住 撑到恶物战事结束 撑到美国股市往上涨 所以今年的变数来讲是蛮多的 那台北股市其实我之前跟各位报告过 就整个台北股市来讲的话 以一个长线的格局 这边这里如果破的话 这里如果破的话 1616如果破的话 你看这几年的头部 从这里开始算 从这里开始算 这个是110年2月9号 等于说这个两年的一个头部就成型了 那两年头部做成型的话 这边直接算从16000到18000 再跌个2000点 就可能至少会到14000左右 14000大概就会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说那时候来讲的话 我想台积电真的跌得非常凶了 真的跌得非常凶 但是以目前看的话 我觉得台北股市 以目前的本益比回到这个位置上 其实要破1667这里 这个机遇率我觉得不会太大 所以这里来讲应该是守得住 虽然今天还是下午破 但是我看1676是这里 纵使有破的话 也马上就会拉上 我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 但外资如果说猛卖的话 也没办法 所以这里来讲 你操作来讲的话 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好 那 这个大陆的风省呢 其实也造就了一些台商 最近会被扫到应该是新兴了 之前这个也是我们四大基金 很重要的持有 还好他没有点很多 其实跟整个大盘 跟其他股票来讲 他算还好 那这个风暴来讲的话 大概因为连上海都被被被被数了 所以这里来讲 还要特别留意他的效应 他留意 那香港是最惨的 香港直接就破到一万八千就多点了 那阳明来讲的话 阳明公布了20块钱 今天大概都在平凡附近 晃啊晃啊 尾盘被当冲的杀下来了吧 尾盘被当冲杀下来了 这长容 2609 好说130 整理还在均线之上 那我说台那个阳明是台湾股市下最便宜的个股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阳明今天的报告 最新的 然后阳明公告第四季的财报 就昨天公报了 营收1034亿 好 税后建立553亿元 那再摆脱什么寄协性 优秘于预期合计2010年 阳明赚了1652亿 EPS48.73 之前大家都估只有46块而已 所以比预期的还好 比预期多了两块钱 并且公告配发20块的现金鼓励 配息率4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之前大家会对阳明相对比较疑虑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赚了46块 大家都赚46块早就知道了 但是46块他弥补亏损 然后之前员工奖金也没有给很多 所以大家就觉得又是关股 所以阳明今年能够配到多少钱 大家都有点疑虑 结果出来这个20块来讲是高于预期的 那你说以20块来讲的话 以130块137算的话 殖利率15% 那我第一个我请问投资什么 现在所有公布的今年配息的 台积电明天除2.75 2.75你乘以4的话 一年也可以配你差不多12块而已 在12块过程中台积电500多块 那殖利率多少?2%多 所以今天来讲 你看连阳明这种股股 今天在这个大盘之下都涨不上去了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说什么30661的四星KY 四星KY今年估30块 今年估30块股价972块 你不跌跌谁?当然就跌他了 对不对?你像6415 系列KY更惨 两天两天几乎两天跌几百 今年估80 277看的话本益比也要30倍以上起跳 是不是30?你看他从5490块修正到2770 几乎已经腰斩一半了 对不对? 5400到2400腰斩一半了 他的本益比还到30倍 所以你看这种筹码来讲 你根本就不能去碰他 外资昨天大买又怎样? 今天还不是跌给你看 还是跌给你看 因为整个筹码都乱掉了 都筹码都乱掉了 那你现在所以你看到现在来讲没有人在讲什么成长股 没有用 现在就是价值投资 你目前看的话就是价值投资会相对 比较稳定一点 我只能这样说啦 比较稳定一点 之前我跟个投资朋友说 你只要高本益比的个股都不要去碰 ASKY你看之前炒到2000多 真的炒什么 你看赚30块2000多70几倍 70几倍 那今年来讲大概赚40几块 你看如果40几块 现在来讲的话本益比多少倍 30倍 再快二三十倍啊 都三十都贵啦都贵啦 你不要讲什么3529什么力望这种公司啊 这个IP的啊 这个是100多倍的公司 这个不知道如果说这个市场要再杀的话 你看投信这里买一缸子 买一缸子啊 所以说投信也是 你看 茂达这一波也是修正蛮多的 你看从286 跌到现在100多块了 你看 这个M头都出来了 所以高本益比的个股就不要去碰他 那我们再看看杨敏 然后展望未来买进塞港 上半年无法缓解 看好货运价格还会涨 各大厂商宣布将于三月 运价行情 互加费 中旬 因为美西嘛 美国你知道那个工业要谈判嘛 所以说五月美洲线长约将一直放备 所以阳明的美洲线 营收占营收三成 那美洲线的长约比重 所以他有长约的哦 将显著收费2020 2020 就今年美洲线长约换约的行情 今年过阳明65.82 你65.82来投资票 你6.82现在阳明130块 那你算本益比才几倍 本益比几倍 两倍吧 刚好两倍左右吧 两倍嘛 获利连增35% 目标价 当然比这个价位还高蛮多的 不是300多块那一家 不是哦 这不是 这是另外一家 那你去看哦 我说 阳明是全台湾最便宜的股票 我这样讲有没有错 殖利率15% 目前公布出来了 今年的配息的 殖利率没有阳明这么高的 那你说 哪是殖利率配完 可能会填 不能没法填息 不是可以吗 好 那去年阳明多少 48 你刚刚看到人家估数啊 65块 那我请问获利有没有成长 那明年如果阳明在赚的真的赚65块 在四成的股息给你的话 65乘以4 配27块钱给你 那你请问你现在买130块 你觉得贵不贵 对不对 我说阳明是不是现在全台湾最便宜的个股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个现象 今天长荣 我之前一直看好 比较像看好长荣 就因为至少 长荣他的配息一定很明 今天长荣下午开发说 你可以留意他讯息的发展 那以长荣来讲的话呢 长荣今天收158块 跟阳明还有28块的价差 那假设长荣他的殖利率 因为他158 他今天可能要配到23到24左右 才跟阳明一样 那如果说他的殖利率也是15% 假设了今天公布配息政策 另外来今年的获利大概 长荣大概是65到70之间 那我请问同志们 阳明有没有比较的空间 因为之前阳明他一直被压抑 最重要就是他的股力 大家都知道他赚46块 问题你赚46块 你如果没有配那么多钱 配20块以上出来的话呢 就代表说你可能 今年跟明年有疑虑嘛 而且又加上光股 但是一家公司去年 他如果赚到了 大概都市场就最基本的 其实阳明配来讲的话 40%他也是算 最基本的配给你而已啊 但是他敢配 至少他不会说 我怕今年景气不好 我留现金在公司比较安全 没有啊 他觉得竟然是赚很多钱啊 配啊配啊 该配啊 该配啊 对不对 所以说他这个四成来讲的话 其实 20块来讲是超越市场预期 若以四成来讲 是符合一般的一些行规而已啊 你如果说小气一点的话 真的只有配两成三 我们要股价今天就跌了啦 就先跌再说啦 然后会再反映今天的获利啦 所以说这里来讲呢 阳明跟长荣接下来 会不会有比价的行情 要特别留意一下的哦 所以说阳明的股价跟长荣这样往前靠哦 但长荣股价要涨啊 那长荣股价我很简单嘛 我说160块这里来讲的话 是一个中线的一个压力嘛 233你在在低点的位置相加出一个就是他一个中长线非常重大的一个景线 一个中轴的压力会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换筹码来讲你看他这150块这边上下上下 洗来洗去的最高到171 最低也刹到138 那今年来讲收158 有没有他就在160附近上下整理而已嘛 你就整体看的话 那但是问题来讲这个大盘跌多少了 这个大盘已经跌了1300多点了 所以他这样的走势来讲 以全职股来讲已经相当的很强了 已经很强了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以杨明来讲 我说杨明来讲绝对是目前台湾股市最便宜的个股 最便宜的个股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你看这个高点129块 第一个高点今天来讲 今天跌3300多点也没有破嘛 所以你看还是回到过高以后拉为景线这个位置 回撤景线位置而已嘛 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要过的话还是要在144 当然杨明的整个中线的整个卖仰还是在159这附近了 159这附近 所以说接下来来讲的话 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股票 买杨明是最安全的 它已经变成一个最安全的个股 最安全的个股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呢 股票不是不能买 还是有股票可以买 像我之前跟你讲3596 你看今天有跌啦 但是你跌很多嘛 还好吧 对不对 也还好啦 112.5 今天 你说大盘点这样它跌一块钱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致意 你看这是他最新的报告 3月14号的 今年赚9.26 去年赚8.26 然后配6块8 他今年配6块8的现金股利 有没有 配6块8的现金股利 他也高纸利率个股 也6、6、7% 那你不能跟亚明比 但是他边境电子股 尤其他网通这一块 未来来讲发展还是相当的不错 所以他今年来讲 虽然 我说这种修正的修正完的个股 你不要遇到这种投信 我不知道外资这种卖压 你说讲实在话 就2303这个东西 都是外资这个筹码一直在倒 你也没办法 但是压到一个程度来讲 然后到最后一定强谈 只是什么状况 什么时候而已 什么状况 什么时候而已 所以台湾的电子股 其实很多都跌到相对安全 我昨天跟你讲 6443 对不对 今天早盘很强 后来是因为大盘真的差了 就有整个又杀下来 但是你看今年人家法人怎么估 今天我看了这个报导 目标价当然还差蛮多的 还差蛮多的 还差蛮多的 你看这里这是元经的最新的 元经最新的 他估1.93 你看老师1.93本一比20倍 但是他们估不是这样估的 以目标价来讲还有一段的距离 而且其实以元经第四季转货 它的接下来的营运是一直往上跑的 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这些 那股价来讲还是会受制于大盘 但是整体来讲 你看到的股价来讲 现在你目前看到这种股价来讲 相对就安全 对不对 相对就安全 相对就安全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还是会有股票可以选 但是我常在这里面 你就拉五成就好了 拉五成 拉五成不要太多 你说五成资金在做 你不会担心 你这样有股票还是有参与 不可能不参与 你说我都不看 每天还是涨停板 每天还是有股票涨 对不对 你看货柜这一波算不错 大盘跌了1000点 我们常常还赚钱 我都没卖 对不对 杨明你看趋势还这么漂亮 完全就是没有没有整个整个怎么样 现行破坏的意思啊 就忘海是比较差 对不对 忘海真的是比较差 好 因为他比较比他们这两次都高价蛮多的 赚明人家那么多钱 价格比较高 就是筹码因素 那现在来讲市场就是不会不会看他的筹码了吗 就变成说我就看公司的价值来看的话 你最近的现行来看的话 阳明更常就比万海的现行就强的蛮多的 就强的蛮多了 好我们今天也是有上传研究报告 让各位看一下这里 我们今天是长冬之前买 我都没有卖121块的 好那这里来讲我们传了这个八贯护邦金制益统一 到我们的网站去 像八贯来讲 今年要反正看好 八贯很多人都不知道做什么 对不对 没什么量 但是他整个公司 今年的获利还是有成长的 但是就是这种股票 就看你要不要去进军草而已 这个还是看买进的 今天获利跟去年比 他做那个户外帐篷 户外帐篷 用TPU 去做户外帐篷的 那你也知道现在大家都喜欢露营嘛 所以说很多个股 还是有他特殊的一个基本面 好股市龙撞 欢迎投资们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就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或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我们新视窗第一个网站按进去 会到我们股市龙撞入会及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把姓名电话号码还有股票名称跟代号 写好 那要加入会员有三个方案 让你选择 填完资料按提交 股市员马上跟你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用LINE的部分 我们影片右下方的QR Code的部分 扫描进入LINE的族群做互动也可以 那你欢迎订阅股市龙撞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盘前焦点盘后解析 每天两个节目对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出轨头中操作顺利赚大钱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